《淮南植物園》 《淮南植物園》是一個1929年就創立的 一個以農林研究和植物研究為主的這樣一個機構 在淮南植物園裡面有一個相對集中的水系 水系就建在這個水系一個很特殊的位置上 它剛好是三種不同形狀的水面交匯的地方 而且這裡就剛好是被稱作龍洞麒麟的一個景觀精華所在的地方 鄭先生設計了9次非常有趣的轉折 首先你是不太看得到水面的 然後在我們經過轉折以後 隔著一個花隔窗,第一次看到了一個深遠的水景 隨著我們沿著一個對角線的視線彎過去的時候 我們就進入了一個被覆蓋的,但是開場的一個空間 再來到最後一個平台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了三種水面 視線完全地打開 你感覺到一種完全溶於天水一色之中的這個剎那 而且很好地運用了三個方形的天井 從男的建築本身的特徵來講 除了對空間流動性的追求以外 我們可以看到它非常通透 它雖然是個接帶式 原來的窗戶兩面是沒有門窗 非常的涼爽 後面為了使用上的方便 就封上了玻璃 而另外一邊有屋頂 用三根獨立柱支撐起來 因此風可以完全地吹過整個水蟹 那我們是可以感覺到涼風的舒適 其實對水蟹來說 它是能夠體會最極致的 甚至惡劣天氣的一個很好的地點 我們並不是簡單地看一個美景 而是去看一個有意味的景色 今天能打動你的建築其實越來越少 因為它們都急於在展示自己 可是這個建築是在你了解越多的時候 就是越能打動你的 它是一種溫和的、輕鬆的體驗 但是你知道這個是幾十年的積累的結果 妳考慮後